我覺得當中當然最讓我覺得很震撼的就是 生命中重要的人會罹患這麼嚴重的癌症 一臟癌三期 醫生說不治療的話就是剩兩月 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 然後加上這一件事情變得非常的沉重 所以其實當時我後來自己也生了很嚴重的病 所以像那個腸道症其實就是這些壓力也起 像我的第一首歌 《不是神,我只是頻繁只能癌症癌》 其實那個時候在決定MV是不穿上身去拍的時候 後來也想到其實最棒的就是 如果可以藉由這個MV 然後去跟大家分享過去這個抗癌 因為譬如有些飲食的經驗啊 功能醫學的一些知識等等 對大家是更有幫助 比起大家看到一個舞 就是好像喔沒關係它脫掉一服 喔是這樣子 我覺得帶給大家正面的影響 我覺得是可能對大家來說更好的 我在前陣子和兩位醫生很專業的醫生 他們拍了一個影片放在YouTube上 現在是跟大家講很嚴肅的問題 叫做抗癌 真的後來有發現原來在我的歌迷當中 偶爾看到一些人 竟然真的留說非常幸運 這就是他們現在需要的 因為說實在 我覺得當天要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自己內心很增長 因為第一個我是歌手 那我要碰那麼嚴肅的議題嗎 然後再來就是做出來之後發現 因為這個東西它可能太針對性或什麼 之類的 它的流量是很弱的 後來就發現只要有一個人 一個家庭 他們是真的面臨到這樣的挑戰 看到這個影片 他們覺得哇太棒了 我竟然得到這樣的知識 好像有機會了有希望了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可能是非常珍貴很有價值